我最讨厌别人,弄我屁屁 就你了 心打大 看看啊 爱哭鬼 爱哭鬼的话,我先看地图 军工厂 古董,拥兵,心理,魔术 还可以这阵容 而且两飞轮有没有第三个飞轮 魔术师双坦 嗯,挺可以的 古董商和心理学家前期 我觉得拖出一个飞轮 那不是轻轻松松吗 对吧,飞轮顶掉你一个火 然后,对吧,一轮牵制 哎,你这加速过来都没有用 上来找古董商跟开玩笑一样 你能晋升 这个晋升有点难的 这个晋升他得是,他得他拿晋升刀贼怎么打的 他得是一个加速 然后呢,往前冲一波以后往回拉躲掉棍子 然后再用最后那一点点加速时间上去打到这一刀 才有可能 要不然这个级别的古董商不可能给一个爱哭鬼晋升的 不太可能给你爱哭鬼晋升的 斑 哇,这个火拉的漂亮啊 这个火拉的,这个火拉的真好啊 这个火当然,这个火不是他拉的好 这个火是刷的好 这朵是朵野火刚好在这边 那古董商也没办法啊 谁知道这边有火呢 拉火 这飞了没骄傲吗 他确实不需要晋升 对不对 你看,我分析我刚刚说什么了 我说古董商一定不会倒吗 我说古董商一定溜起来吗 没有 我分析的是古董商不会给这个爱哭鬼晋升 对不对 没错的吧 这边的话再拉火 这朵火有点预判的一个味道 他这边的话是预判了一手古董商回身打棍 但是这样的话,这古董商走了呀 再去这边找古董商 为什么不直接抓这古董商啊 大兄弟,你这个是怎么想的 放古董商走是什么情况 火拉的倒是挺准啊 火拉的倒是挺准 但是 你这套路我是没看懂啊 这个套路是要把自己玩崩的 这边过去来抓心理 拉火加速跟上来 这边心理,飞轮呢 飞轮,不交,二阶 交也行,不交也行嘛 反正我暂时不会倒 这边心理啊 面对一个二阶爱哭鬼出圈以后又有直火 好像没了呀 他当时是不是视野当中消失了 古董商,他应该是没看到这个古董商 我觉得不可能的 这个局他不去抓这个古董商 问题是很大的 那么肯定不可能 这个分段的屠夫不可能的 就只有是什么呢 他当时第一时间不知道古董商去哪了 只有这一个劲持 不可能说自己都要打浪了 开始瞎打 但是呢 节奏确实还蛮好的 因为球者这边的话全被他打残了 佣兵带来救过来 拉火 打一刀 打在了佣兵身上 这边的话刚才还留了一段印记 我都没留意到呢 这个舒服呀 这古董商 这心理学家两刀 拉火 这朵火估计有 看飞轮 飞轮如果不顶的话就 哎 哎 交闪 飞轮 这个飞轮 你也这么死呢 就为了在关键的时刻 用我的 飞轮 好的 突然之间 我又看到了希望呀 这波硬机流的 好像似乎打出了点东西来 外面两台机子啊 古董商这边机子修完以后 还能过来打架呢 用冰子台机子的话 我们看一下魔术师 待会来救人 主要是用冰子台机子呢 有点 有点难受 因为他这台机子会被 被那个艾口鬼干扰到 34 但是古董商这边 能打架 古董商这边能打架 魔术师这边 拔树救人 四人开门战呢 灭 战时还没有 因为这台机子会被干扰 但是因为古董商 可以过来打一波 所以说呢 只要呢 他能够掩护这边的 心理学 加拉开的话 我觉得倒还行 递出了飞轮 这边的话 不着急救人 不着急救人 等两个人一起到 救下来 好 三连棍 先交一 哦 他不能 他只能交两连棍 最后 有一棍得 是 那现在可以交了 刚才想说 有一棍得留着 万一古董商倒了以后 用这棍来保的 你三连棍交完 万一古董商这边一火 哎呀 那个心理学 一火倒地怎么办 打火 牵起来 牵起来 看他这边是一个底牌啊 所以说开门战的话 还有得打 开门战的技能灯 拖出来的 心里得走了呀 这心里 不应该待在这里了 心里应该是拉走的 上挂飞的 就你一个上挂飞的 打了个震慑 密码机点亮 哎 待会儿优秘 优秘这边救人慢了 还好 这个是魔术师 有创到没打中 这一火把魔术师给秒了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这一火秒的有点吓人的 那古董商那边门能开吗 门开不了 心里学家移情给佣兵 可以的 这样的话佣兵满血 可以再来救一波人 闪现吗 可以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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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过去 那边佣兵救下人来 魔术师手里三根魔术棒 没了 结束了 因为这边 他闪现交了 闪现交完以后 他跟不上了 那边门能开 三个人走了 还是那波的一个硬机没放完的心里学家 二六给他溜起来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第一波击倒节奏 古董商 他没去管 这是重要的一个节奏点 你们 哦 好